铁皮平房全面燃烧 火蛇不断从屋内往外窜 浓浓黑烟滚滚而上 几乎遮蔽整片天空 大火来波及停在路边的白色轿车 车子内装备烧到爆开 消防人员一边压低身子救火 一边呼喊就疏散四周民众 火警发生了25号下午2点左右 高雄三名大昌与大御路口 一间铁皮搭建的知名面店 一虽然瓦斯桶漏气突然窜出火苗 附近店家急忙协助灭火 但是火势却一发不可收拾 周边谈犯还有住家 总共青天房都受到影响 路边一辆汽车和七部机车也遭受波及 就看到瓦斯桶旁边着火嘛 突然冒起来 对 冒起来 然后他就拿那个水喷 助食店家对 然后他就喷一喷 然后那个火就窜起来嘛 就没办法熄灭嘛 就窜起来 然后就烧到隔壁窮姐那边 我们在炒菜要炒到一半 然后就是旁边在那个 就突然就起火 他就开始有人叫说 哎 着火着火 然后就赶快打电话这样 就是有听到一种类似 不知道是东西烧掉的东西的 小爆炸的声音这样 消防队火爆 立刻出动前往灭火 半小时后就将大火顺利扑面 现场这起事故 没有造成人员受困伤亡 不过有一名水员官 在救灾过程中 不慎被重达20公斤的消防栓 水箱盖给砸伤脚 所幸治疗后没有大碍 那现场瓦斯桶相当多啦 大约十来多桶 那所幸都没有发生爆炸 或者是引发其他的意外 他现场大概有九到十间的摊贩左右 所以这个数量是符合规定的 火警发生当下 灭电还没有开始营业 瓦斯桶却突然窜出火苗 消防人员表示 将有火雕科继续调查起火的确切原因 接下来是嘉宜的现场报道